提起国际象棋,朱成是一个绕不够去的名字,他是第一个在国际赛事上把少年、青年、成年组都拿了世界冠军的棋手。 当年,他被称为天才棋手,又因为长相清秀,也被称为美女棋后。 朱成后来进入清华读书,然而最后他远嫁他国改了国籍,并代表卡塔尔国参加亚运会。 这个举动当年让他处于风口浪尖,遭受到一些网友的抨击。 对此,朱成质疑一句,很多事简单说说不清楚,代过,不愿多谈。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初让他放弃一切,不远万里跟随的丈夫有没有辜负了他? 他又是否能适应不同国情,不同信仰,一夫多妻的生活环境呢? 这期节目,我们来讲讲美女棋后朱成的故事。 1976年,朱成出生于浙江温州,父亲是个工程师,母亲是名中学教士,家里还有个姐姐。 他们姐妹俩一个随父姓,一个随母姓,成长氛围十分和谐。 朱成小时候看到国际象棋就好喜欢,而且展露出过人的天赋。 父母看他如此着迷,于是到图书馆抄了一份国际象棋开局原理。 当时资料特别少,国象棋是50年代被列为,在国内被列为正式的项目, 然后到1986年才成立了正式的国家集训队。 那么所以很多的资料都特别少,特别是很多国外的资料, 那么还要翻译过来就更少了。 然后当时父母亲就是好不容易搞到一个图书证, 然后他们就是很高兴在图书馆里找到了一本国际象棋开局原理, 然后拿回来就是两个人就是连夜抄。 朱晨自此开始了他不平凡的职业国际象棋手生涯。 天资聪颖的他很快在奇坛展露头角。 1988年的朱晨年仅12岁, 这一年他参加了在罗马尼亚举行的国际象棋世界锦标赛, 并一举夺得了12岁女子组的冠军, 成为了中国首个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得主, 完成了中国在这项赛事上零的突破。 朱晨在国际棋坛上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国家寄予厚望,对他进行大力栽培。 朱晨的悟性很高,教练一点就名。 在比赛中如果出现失误, 下来教练只需要将棋谱摆上, 朱晨自己立刻就悟到了。 他不光悟性高,本身意志坚强, 能吃苦,甘于寂寞而枯燥的训练。 正因为朱晨天赋异禀, 而且刻苦训练, 才造就他所向披靡的成就。 1994年、1996年, 两度获女子世界青年冠军, 并创造13局得12分的最高胜率纪录。 也因为朱晨在国际象棋上的成就, 1995年他进入清华学习, 专业是中文。 由于下局比赛, 经常占用他的学习时间。 当同学都毕业时, 他还落着很多课程, 真让他很难过。 后来转而学工商管理, 朱晨花了7年时间才完成本科。 于此期间, 朱晨2001年获得女子世界冠军, 是继谢军之后的中国第二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 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少年、青年、成年赛事上 都获得世界冠军的棋手。 拿到了女子组的冠军, 朱晨并不满意。 2002年, 他在国际奇连奖赛上淘汰了男子世界冠军波诺玛妙夫, 这是第一次女子世界冠军, 在正式比赛中淘汰男子现役世界冠军。 朱晨用实力诠释了筋骨不让须眉, 也正是在他一路披荆斩棘的过程中, 朱晨遇见了爱情。 1994年, 朱晨来到马来西亚参加亚洲城市锦标赛, 他连续打败前几名, 震惊全场。 然后, 他就遇到了一位阿拉伯选手。 朱晨一开始, 并没有将这个来自沙漠的棋手放在眼里。 他想, 这位选手下棋的水平应该也是像沙漠一样荒凉, 可是没想到, 没出招几步, 朱晨就输了。 这让他对这个阿拉伯男子留下了深刻印象。 其实, 让朱晨首长败祭的阿拉伯人并不是无名小族。 他叫阿尔·穆罕默德, 来自卡塔尔, 被誉为20世纪阿拉伯国家最佳棋手。 在十几天短暂而又封闭的比赛中, 他们经常见面。 两人都是各自国家国际象棋领域的佼佼者。 因为有着共同的爱好和话题, 两人很快就走散一起。 但是这段爱情却并不被看好。 穆罕默德的家族认为朱晨配不上穆罕默德, 他们是卡塔尔国家王室的亲属, 在国内地位崇高, 而穆罕默德又被称为20世纪阿拉伯最佳棋手。 他们认为是朱晨高攀了, 而朱晨的中国奇迷却认为穆罕默德根本配不上朱晨。 他们说要不是朱晨, 自己都不知道卡塔尔在哪里。 卡塔尔国家虽然富有,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世界第四, 但是女性地位低, 而且穆罕默德是穆斯林, 可以一夫多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女性就是丈夫的私人物品, 这对于朱晨的家人来说, 绝对是不可能调和的矛盾。 父母非常担心他们的宝贝女儿嫁到卡塔尔, 示范什么禁欲。 尽管穆罕默德一再保证, 此生只有朱晨一位妻子, 但是父母还是不放心。 而年轻人的爱情总是无所畏惧, 他们选择坚定地站在了一起, 披荆斩棘, 共赴白手。 在经历了六年的爱情长跑, 2000年, 两人悄悄地结婚了。 朱晨始终坚持自己的决定, 就像他写的自传, 书名叫《落棋无悔》, 只要决定了, 就不会后悔。 落棋无悔啊, 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因为就是在了下棋, 就是你把棋子摆在一个鸽子上, 然后松开手以后, 然后就不能反悔了。 那么这个我想对于人生的哲理来说也是一样的。 2004年, 朱晨生下了第一个女儿, 那时他们夫妻的重心都在事业上, 大多数时间都在准备比赛。 朱晨在中国, 穆罕默德在卡塔尔, 六年时间夫妻两人俊少离多, 夫妻长期分居不是回事, 何况卡塔尔还是一个允许以复多期的国家。 这六年的两地分居的劳苦奔波早已击垮了朱晨, 他很想一家人团聚, 他说,这些年我们夫妻的电话费都可以在北京买套房了。 但穆罕默德的信仰和家族身份让他无法脱离卡塔尔国籍, 那么就只能由朱晨加入卡塔尔国籍, 否则他也无法在卡塔尔国家从事心爱的国境向其工作。 其实他在2004年就有了这个想法, 但是那个时候他的成绩仍然不错, 他知道,对于一个成绩好的在意骑手, 想要改换国籍的困难有多大。 所以朱晨又等了两年。 到了2006年,他才提出申请, 朱晨说,如今已经不是我成绩最好的时候了。 我已经过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巅峰期, 而且中国的国境向其人才辈出, 竞争激烈, 我已经30岁了, 我已经对中国造不成威胁了。 可见,朱晨将方方面面, 个人的利益,国家的利益都考虑到了。 对于这样一个曾经为国家争得荣誉, 在国际赛事上立下哈马功劳的运动员, 国家其连虽然舍不得, 但还是带着祝福的心态, 给予放行。 本来朱晨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因为他知道这个决定并不一定会被理解。 这个消息一旦曝光, 将要面对多么大的舆论压力。 尽管朱晨有了心理准备, 但风波还是超出他的想象。 其实那时, 朱晨在国内的曝光率日渐减少, 没有想到改国籍事件再次将这位旗后 拉回公众的视野。 网上一篇, 朱晨交换国籍弃权市井赛代表卡塔尔出战亚运会的报道, 又让这位已经淡出大众视线的气候处于风口浪尖。 国校女子市井赛正式开始之后, 朱晨的名字出现在赛场。 她的名牌下依然著名中国, 但是朱晨并没有现身。 直到裁判裁定朱晨弃权,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经过东方的调查和认证, 原来朱晨即将加入卡塔尔国籍。 按照相关规定, 一个棋手不能在同一年内为两个国家参赛。 朱晨牺牲市井赛的根本原因, 是要在年底的亚运会上代表卡塔尔出战, 争夺百年一遇的亚运国相金牌。 这一报道出来网上骂声一片, 诋毁、嘲讽伴随着朱晨。 同时,各种假新闻充斥网络, 朱晨本人对于这一报道并没有否认, 只是表示很多事简单说, 说不清楚, 但我只想和丈夫团聚。 这显然也是人之常情。 朱晨的家人表示理解, 虽然当初曾经反对朱晨远嫁他乡, 但一旦认可了, 朱晨的父母表示了极大的支持。 朱晨的家人希望大家能多体谅朱晨的不容易。 结婚六年,也分居了六年, 朱晨在中国和卡塔尔两丁往返, 家里看着实在心痛。 他只想过正常人生活。 家人说, 朱晨是那种很单纯的人, 他爱上国境象棋, 就是他一辈子的事业。 他爱上一个男人, 就会追随一生。 朱晨是纯爱情的那种人。 朱晨的世界只有两件事, 一是下棋, 二是家庭。 朱晨家人希望大家多理解他。 朱晨面对外界的不解说道, 我现在的成绩也不如以前了, 即使代表卡塔尔, 也不会对中国产生太大的威胁。 所以, 我想这个时候走应该比较合适。 大家看到的也许是我的光环, 但看不到我另外的一面。 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但是我却不能和其他普通的女人一样, 过上稳定的生活。 家庭对我来说更重要。 如今, 朱晨国际风波已经15年过去了, 而朱晨与丈夫穆罕默德也已经结婚21年了。 两人育有两个女儿, 夫妻都是世界顶尖棋手。 但他们的女儿对国际象棋似乎不太感兴趣, 而是对网球这样的户外运动比较有兴趣。 穆罕默德是家里长子, 又与皇室沾亲戴故。 朱晨生的两个都是女孩, 因此家族的人都希望生一个男孩来延续家族血脉。 至今, 穆罕默德也没有辜负朱晨, 只有朱晨一个妻子。 这让广大朱晨奇迷感到欣慰, 但几年前却传出朱晨劝曾经的中国队友加自己丈夫的消息, 让网友担心朱晨的处境, 是不是在一夫多妻子的国家待久了, 被洗脑了。 不过朱晨后来连忙说自己在开玩笑, 网友回应, 这种玩笑也能开吗? 2018年国际奇连换届, 朱晨成为国际奇连的财务官, 而穆罕默德成为国际奇连国际部主任, 两人为国际象棋工作事务忙碌着。 如今朱晨已经45岁了, 明显有了岁月的痕迹, 如今仍然从事着自己热爱的国际象棋工作, 如愿地与丈夫、女儿生活在一起。 这样的生活对于朱晨来说也算是求仁得仁。 这里是友尔工作室,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